大家好,我是旺游小厨 今天我们来做枣梨馅料 用它可以做出多种中式点心 让我们来开始吧 首先把500克干红枣清洗干净 换一盆水浸泡过夜 上锅蒸20分钟 取一个大小合适的滤网 取适量的枣放在滤网中 由于枣已经蒸得非常软烂 很容易用锅铲挤出枣肉 过程中如果发现碾压困难 可加少量的水辅助过筛 像这样基本上只剩下枣皮和枣糊 就可以停止了 接下来倒入不粘的平底锅中炒制 全程用中小火避免糊底 加入一块40克黄油 炒制馅料基本成型 后加入少量的熟糯米粉 会使馅料更容易塑形 炒制成团即可 配方在视频说明中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